桃園一名张姓妇人 24号独自一个人搭乘计程车 从彰化浦岩前往八卦山风景区游玩 那家属却都联络不上她 犹豫上台风紧急报警 警方根据手机定位发现妇人呢 是跌落了水泥护栏 导卧在边坡处无法动弹 幸好松衣之后没有答案 而这个意外原因呢 怀疑是天雨露华不小心翻落边坡 多名原警莫会上山 根据手机定位在布道护栏外边坡处找到妇人 你两天没睡觉 所以你很累是不是 你有办法站起来吗 夫人连不愁下身体全躯 受伤无法动弹 幸好意识清楚 原警搀扶她起身 小心慢慢的 来慢慢来就好了 脚脚 脚 脚 58岁张姓夫人家住桃园 24号上午不听家人劝说 坚持独自一人搭乘舰车到彰化八国山风景区游玩 偏偏遇上台风 家属打电话也找不到人 就怕发生意外 家属急忙报警 周原警根据手机定位 发现妇人翻落在布道区水泥护栏外 张姓夫人心情不佳 独自一人 要去山上桌子 本所原警立即以手机定位 搜寻约莫30分钟后 于救护当中发现 张姓夫人身体状况不佳 家属说张姓夫人因为心情不好 南下散心 在风景区散步时 疑似天雨露滑 不慎翻路护栏 倒卧在边坡处 幸好送一后就手脚擦伤 在儿子的陪同萨平安反扎 借单肉贸扎话冲倒